这么多年来 我们居住环境 遭受到严重的染污 所以环保 这个名词出现了 环境染污太严重了 危害到一般人民的健康了 那环境保护 现在全世界 政府民间都很重视 能不能许效果呢 学佛的同学应该知道 不可能有太大的效果 为什么呢 心理环保没做好 我们的心被染污了 所以外面的环境 永远不会干净 那环保要从哪里做起 要从心底做起 你看佛法里头有个清净心 心果然到清净了 我们的行为就清净了 外面山火大地 自然就不会被染污了 说到最后 还是说到野心 那野心 确实是万法的根源 华阳经上说的 应关发界性 一起为心造 心善 没有一样不善 性物呢 那样样都 所以 在大乘佛法 最后总归到 野野 无非自心所幸 我们观察 有情众生的心性 观察山和大地的现象 就知道 这个地方 是净土 还是灰土 有情优优优独播剧场